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魏牌的新马海HIFO它确实搭载了很多新的技术 那我觉得汽车粉丝们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首先就是四档的HIFO四驱电混系统 一般来说这么大的SOV它要不然就是增长 要不然就是多档的混动 那多档混动里面基本上都是两档 四个档那咱还是第一次见 那待会儿我也想好好地去体验一下 那第二点就是它车内有四频交互 然后有最新的科大熏飞的智能语音交互系统 小卫同学 主驾请说 打开这张帘 打开车窗 打开后备箱 打开空调 打开最后方 好的 同时这台车还配了高速NOH的领航辅助系统 魏牌的高阶智能驾驶 我也想去体验一下 最最重点是啥呢 就这台车它CLTC工矿的续航就有200公里 因为它搭载了一个宁德时代35.04度的电池 那我就很期待了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标程续航一二百公里的插混车型 那实际上你要去跑高速的话都得六七折的折扣 那今天我就开这个车 咱就知道六环一圈啊 它不是标称200吗 那六环一圈是185左右 那咱们看看它这个标称200 能不能完整的在六环跑一圈 因为六环平均时速基本上都能跑到80到100 然后也比较畅通 也没有什么红绿灯啥的 那整个的速度保证还是非常到位的 咱出发 测试按咱们标准的流程来啊 空调22度自动 然后前排座椅就是 现在比较热 座椅通风一档 驾驶模式标准 动能回收标准 选择纯电模式 那现在车已经充满电了 那开到六环这一两公里咱们就不算了 上了六环自动开始测试 名牌记忆勾11036 OK我们现在正式上六环了 那其实从我家到六环还有几公里的路 然后大概是从100%掉了98%的点 那我们就看这98%能不能完整的绕六环跑一圈 那还有个事儿比较有意思 你说我从六环跑一圈 我下来的时候是交多少高速费呢 我们待会期待一下 那测试行的过程中 也给大家讲一讲这套四档的HIFO系统 挺有意思的 首先就这台车 1.5T的混动专用发动机 四档的混动专用变速箱 前桥一个80千瓦的电驱桥 然后后桥还有150千瓦的独立的单电机 那这一整套综合输出有350千瓦 平常打开它的智能混动模式的话 那综合油耗不到一升 纯电模式当电车开的话 它的百公里电耗只要20度出头 就整个能耗还是非常低的 那为什么说它的性能很强 然后同时油耗很低 那还是那句话嘛 就是科技让性能平全嘛 首先它的这个四档的混动的专用变速箱 有个特别大的好处 就是像我去跑城市快速路和高速的时候 我的发动机可以直接参与驱动 而且我有四个档 那我参与驱动的整个速度的范围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想想如果是单档的混动 或者说增程的话 我电池现在溃电 那我要跑高速需要一个能量 我的发动机至少得拉高转吧 那拉高转 你的能耗 你的噪音肯定就比较高 那如果说你有一个四档 就四种传动笔不断去切换的话 那么你对应不同的速度 那你的发动机都可以持续在一个低转速 高转速的转速区间内活动 所以说整个能耗就会变得很低 那这也是HIFO系统的一个策略 第二点就是除了直驱模式 我的发动机可以带动前电机进行发电 供电给后桥的电机 那这就是咱们所谓的串联模式嘛 然后同时呢 前桥电机后桥电机跟发动机 还可以一起并联去驱动这台车辆 然后达到350千瓦的综合速出 所以说它根据你的驱动形式 你的驾驶模式 你的电池电量 以及环境等等等等因素 会智能的去切换九种不同的模式 包含动能回收等等等等 让你这台车实现一个比较低的能耗 然后同时又有一个比较高的性能表现 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 因为现在同价位的很多 大五座的PHEV SOV 很多低配都是后驱或者前驱 而新摩卡Hi-4全系标配四驱 那作为一家北方车企 我觉得这么做非常棒啊 四驱对咱们来说 并不是说飞的 要去户外飞的要去越野 它就是一个安全冗余配置 就哪怕你生活在华中地区 比如说湖北 那去年下那场大雪 大家也知道 你有四驱的话 你就会稳妥很多 那有一些小伙伴就说了 那我装上这个雪地胎 那不是更稳妥吗 确实雪地胎比四驱更稳妥 但是你真的会装雪地胎吗 就甭说生活在武汉 就生活在北京 你见着几个装雪地胎的 那碰着偶尔下大雪的时候 是不是四驱车型就要稳很多 所以四驱就是一个安全冗余配置 你就把它当作一个安全配置 看是最好的 有那肯定比没有强 那更何况很多四驱车型 大家不去考虑 都是因为第一售价会高一些 第二它的能耗会高一些 而新门卡嗨抱 它用的这套系统 第一售价没有高 第二就是能耗也保持一个比较低的水准 我亏电状态下5.95升的白公里油耗 正常咱纯电开的话 电耗就20.1度 那四驱车型有两驱的电耗嘛 所以这个在能耗上也不需要担心 那这套四驱它是一套电四驱 那相比传统的油车机械四驱 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就是响应特别快 那新门卡的嗨抱 它搭载了一个 ITVC智能扭矩适量控制系统 那传统的油车 它都是靠轮速传感器 就是霍尔传感器 来监测每一个车轮的打滑呀 等等等等 而这台车它是利用电机悬变传感器 那监测的这个精准度啊 包括响应速度 就比传统的油车高了不只是一个量级了 几十倍甚至上百倍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当遇到湿滑路面 高速过弯走山路 或者说你去越野的过程中 它就会精准的去控制打滑的车轮 然后施加一些正扭矩或者反扭矩 或者电子制动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电子线滑 来帮助你更平稳的行驶或者说快速的脱困 那这也是电驱时代科技带来的一个好处吧 因为以往如果说你想脱困都得挂锁 现在这台车的智能扭矩 适量控制系统比较牛的话 其实也实现了类似于常速锁的功能 那接下来说一下新摩卡HIFO这一套四屏的交互系统 首先它的智能车机确实比以往升级了非常多 那现在的智能语音是科大训飞的 比如小薇同学 主下请讲 介绍一下科大训飞 科大训飞主飞有限公司 全身安徽中科大训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公司在合肥成立于一 走了 这些他都知道 小薇同学 主下请讲 HUD亮度调高 当前HUD已经是最亮了 关闭座椅通风 退下吧 它能控制的功能 以及它现在的显示速度 都是非常非常自主的 然后同时最好用的 就是它这个高德地图的定制版 那首先通过手机登录账号 你是可以实时的去把手机的导航 发送到车机上的 手机跟车机有一个联斗 而且呢 你平常去过红密灯的时候 它可以实时的显示红密灯的倒计时 然后红变率的时候还可以提醒你 这个都是现在就是比较高阶的高德地图 才能实现的功能 比手机导航好用太多了 那车内的其他APP 比如说非常好用的同学院去听 喜马拉雅等等等等的APP 这台车都是有的 平常呢 我们通过手机可以远程控制车辆 家里有孩子的朋友肯定知道 小孩出门之前 你就可以远程控制 然后把车内的空调啊 对家这对通风都打开 让孩子上车之前 车里就有一个很舒适的温度环境 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那再有一个 因为我刚刚带娃去商场了 车里也没有什么味道 然后整个底盘也比较舒适 但是带娃确实是挺好的 再说一下新马拉雅 还放到驾驶感受啊 先说底盘 因为卫品牌调底盘 这些年来都是有目共睹的 就是它底盘确实是很舒服 它这种舒服吧 并不是 就是很多你理解的那种 长途巡航车那种 就极软极软 它现在就是再软的同时 其实车内的晃动意志 是控制的非常好的 就特别适合跑长途 然后偶尔你去走一些山路的话 就不会之前 以往我们觉得那种 摇摇晃晃那种大车的感觉 那第二点呢 就是隔音降噪 现在对于隔音的处理 比如说它的侧面 都是双重夹胶的玻璃 然后跑长途的话 车内你跟副驾 就这种小声说话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 那四档的专用混动变速箱 是这种多档位的混动是比较好的 因为发动机始终没有听到它拉高转 始终都保持一个低转速的区间 再一个就是西蒙哈 HIFO这台车它的电门和刹车 是调的比较线性 你带娃出门的时候 尤其遇到那种堵壳的路况 那电驱的车 因为低速它是电驱嘛 就很容易让孩子晕车 而这台车你可以 就像开一个很好的油车一样 一点点控制油门 一点点控制刹车 整台车行驶的比较平稳 昨天带孩子出门 孩子一直在车里睡觉 就不会有任何不适的感觉 最后呢 说一下西蒙哈 HIFO它现在也有高阶制驾 首先它有22个感知硬件 包含5个毫米波雷达 一个专门的ADS摄像头 可以实现NOH智慧导航辅助驾驶 也就是说咱们常说的 高速的智能驾驶功能 全程一直都是开着的 它现在可以稳稳的跟车 然后遇到比如说 右边有一个车的话 它会轻轻的往左边去靠一下 然后智慧的一个躲避大车的功能 那穿完这个车以后 你看现在安全避让 右边有个大车 也在安全避让 它会尽量的往左边贴一些 OK 然后呢 这时候呢 你可以实现波杆编道 哇 这个响速度很快 然后等着没车的时候 它还可以自动编道 就等于说 你上了高速以后 只要开启NOH 基本上就是守护方案盘上 不小心管了 自动的进出杂道 自动躲闪大车 自动的去避让 然后同时遇到慢车车流的话 它也可以自动的去超车 OK 现在前面有慢车 然后自动超到左边来 走着 因为我现在设定的时速就是100 遇到前方的那种 岔道挥入口的话 它也会主动的去进行避让 就是尽可能的离路口远一点 保证你安全 其实真的 跟经常开长途的司机的 驾驶表现就很像了 好 现在在避让超车 轻轻的靠左了一点 现在始终的这个 空行效率就非常高了 自己去超车 超车的同时加速 这个可以的 这个很聪明啊 就是我左打的同时就加速 然后速度又回到100 这口啊 这个跑续航全程不用自己开啊 那我们就一直开着这个MH 然后等着跑完一圈 现在显示距离绕一圈 还有5.4公里 但是我们的电量还有11% 显示纯电续航还有7公里 就这么看 是完完全全可以挑战成功的 那绕完一圈以后 它还能行驶多少以后 1.5T发动机启动的 我们待会看一下啊 全程基本上都开着高速的MH 也就是跟着限速和车流走的 我这边看平均时速 这儿没有 但是我六环跑了181.8公里 跑了2小时19分钟 也就是说平均时速 并没有掉80公里每小时 然后平均的电耗是17.9公里 OK那还有4.2公里 肯定能成功了 距离我们六环跑一圈 还有1公里的时候 它的发动机强行介入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发动机的电量也有10% 也就是说我们用了90%的电 然后跑完了将近184公里 这个续航9折以上了 确实表现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同时呢 平均的能耗 就是纯电的能耗 是17.5度每百公里 然后行驶了185公里 用时时间2小时23分钟 全程呢 我们都是标准的驾驶模式 标准的动能回馈 空调22度自动 OK我觉得这个结果 还是非常满意的 因为这个电池 它用的是一个35.04度的电池嘛 所以它纯电续航 CLTC是200公里 那我们今天实际跑高速 至少也有180公里 那这也就意味着 就比如说我啊 往返上下班40公里 当然了不是全程高速 那至少跑五个工作日 纯电是没有问题的 即使家里没有充电条件 咱平常在园区里面 停车场或者偶尔商场吃个饭 它有快充嘛 你把五个电还能这个纯电跑个四五天 我觉得这就是用插混车型省钱的原因 那我一直以来都是这个观点啊 就是你要是买插混 要不然你就买一个小电池了 这续航100公里以内 你就别管它有没有快充 就没快充更好 还能省点钱 你就纯纯当油车开 要不然你就选择一个150公里以上的 比如说新摩卡还放这个200公里的纯电续航 对吧 你平常基本上用电就够了 长途再用油嘛 平常省钱 然后长途续航也无忧 这种才是一个既没有焦虑 然后又用着很经济的一个用车享受的 那待会儿呢 我们去找个充电桩 给它充电 看看它这个快充的速度是多少 有意思的事情来了 我们快到设备站了 看看怎么交钱 需不需要交那一圈的钱 你好 看看多少钱 16 好的谢谢 看来它算的就是 我家到这个收费站的钱 你绕那一圈是免费的 也就是说 如果是从我家绕一圈直接下来的话 那就不花钱 是不是 测完续航以后 现在电量正好还有11% 那我们就跑到这个特莱电的200千瓦的桌 看看这台车从11%用快充枪 充到80%用时是多少 也模拟一下 大家平常开着插混车型 出去充电的场景 看它的时间给不给力 充电过程中我们会全程关闭空调 然后开着窗户 那它在这个屏幕界面上 并没有显示实时的电流和电压 不过没关系 我们知道一个总共的时间就可以了 其实久了 我们测试到80%看合影多长时间啊 OK充电测试完成了 新摩卡HIFO 从11%充到80% 用时31分17秒 这是一个插电式混动的车型 这个成绩已经非常不错了 因为它并不像很多纯电动车 我有里程焦率 我需要卷一下补能速度 插混车型没有里程焦率 没电力用油就行了 那这个充电时间呢 意味着咱们去商场吃个饭 园区里面喝咖啡的功夫 你的电就补的差不多了 到80%的时候 它的纯电续航里程有157公里 那你要不着急的话 直接给它怼满 那它的纯电续航里程就有200公里左右 那通过咱们今天新摩卡HIFO的这个 六环的实测 以及充电速度实测 我觉得买插混车型啊 还是得买一个像这样的大电池车型 这平常在城市开 你尽可能用电 才能把钱省下来的 你说对不对 我觉得购车的车价是一方面 已经性价比很高了 咱们平常用车第二方面 谁跟钱帮归不去啊